我上来就是一个无理取闹 我直接分手 除了小子你这你就跟我分手了 你都无理取闹了我还不分手干啥 那我肚子疼 我再来一个分手 又分手 对 不是你到底多少分手我看看 啥 怎么全分手啊 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说明白了我还能原谅你 我不需要 我上来就是一手尊严 一 那我现在是一 哦 这 我喝好 喝好 不行 你把不算 给我买个包 我给你画饼 画饼我不吃这一套 我也加一个POA POA 就让你没花钱 我有私房钱 我说 我找你爸 不是你有笔本找我爸爸 找我爸干嘛 我这叫反客为主 我 我就要给我老张人哭诉 我要哭诉 那我也反客为主 我也找我爸 看看我爸倒地帮水 我带你爸去足疗 你 我让我妈看住我爸 行吧 外价20万的彩底 分手炸弹 老板 下午车借我用一下呗 干嘛去啊 想给亲戚 哎 想亲 啊 不是我发现想逗你 越老都没你忙是吧 天天想亲 我不是也没办法吗 我妈说了 这周再不带个丢线回去 那就不用想让我回家了 这有个事 可以找我往往呀 我这不正找你了吗 借你车的吗 哈哈哈 你借了 干啥 你借都借 你怎么还拿回去呢 不借了 你 要借也行 我给你借 你给我去啊 你都给我搅晃活躲活的 我这车我是新买的 你要给我滑了怎么办呀 你不得跟着你啊 行行行 你去也行啊 但是你不能乱说话 保证一句话不说 走吧 行那走 你是我阿姨介绍的吧 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 谢谢啊 你也找了粉丝 小冬 这个就是你朋友 长平壳还挺漂亮呀 她是 她是 我这是老板 对对对 这我老板 睡那儿过来 睡那儿过来了 小冬 我丢太大车了 你去帮我拿一下去 不是 我相亲呢 你自己拿去 行行行 那美女你等会儿啊 等等我啊 美女啊 第一次见面也没给你准备什么见面理 你这样 来 这个送你 行这太贵重了 没关系的 这个是我跟小冬结婚的时候呀 她妈妈送我们的传家宝 现在呢 我们俩离婚了 自然送给她下人主人 拿着 我怎么结果喝了 对的 来 这张卡你拿着 这个呀 是我母子俩的一点心意 希望以后你们幸福 她有孩子 你放心我们俩肯定不会打扰你呢 给给 什么值得出心 妹妹你去哪儿啊 被炸男 啊 啥意思啊 这啥意思啊 老板你这啥意思啊 又搅黄了 都说我风流提到五地方抢枪 你干啥呢 你给你嘴你 我一说你很怕 我就是想给你好好干 有没有意见 你看你 没意见 没意见 没意见我出去了啊 啊 这把经理下去 不是啊 你干啥呢 不是啊 哎 木木不是 快信一下啊 是啥情况上 啥情况你不 都不干了不知道吗 不干了为啥呀 为啥 你说这个破公子天天上加班 还没有加班费 干这啥店 你你注意你干嘛啊 啊 啊 要他这么说 他真是啊 我一试试去啊 嘿嘿 不干了 怎么了 不要怕 你不会以为 刚才我说的话 是真的不呀 啊 你这个破公司天天加班 要工资没工资的 要什么没什么 老子不干了 不是你 马经理你一遍 不是高姐姐 你不是不干了吗 不干上哪去 那么好的公司不干 你啥呀 去我干活呢 不是你不是 哎呀我干活呢 去去去去去 哈哈哈 你那个老板 那个 那个老板 我滚 那个老板 那个老板 我滚 哎哎哎老板 你可算来了 你干嘛要慌慌张张的 你干嘛要慌慌张张的 你办公室 有个男的 他说是你男朋友 哈哈哈 先跟我一起进来吧 我不进去啊 我进去干啥 我走了 回来 干啥啊 你不是喜欢我吧 我喜欢你又能怎么样 你男朋友都来了 我进去干啥去啊 你瞅你那样 那个是我三姑妈给我交的男朋友 我又推脱不了 你去 咱俩一起进去啊 把他打发走 真的啊 嗯 行行行行 不好意思我回来了 哦 就他啊 没事 反正我也没啥事 嗯 既然咱俩都是别人介绍的啊 我也不管啊 默教 看你这个年纪 不小了吧 哈哈哈 不说了 不过长得也还可以 嗯 这样 咱俩结婚以后啊 你就负责在家生孩子 嗯 生一个我给你50万 哎呀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跟你见面 我给你生什么孩子啊 再说了 我又不是那随便的人 哎 你也不问我看不看得上你啊 哎 就你啊 还看不上我呢 真有意思 哎哎 帅哥帅 冷静冷静 不过刘可爱 你确定看不上我是吗 看不上 哼 我还就不信了呢 哎 看这个 卡里有50万 拿着 我说了我不要 哎呦还不要 我今天就 哎叔叔 这个我替我妈收下啊 谢谢叔叔了 等会儿 叔叔 这这你儿子啊 啊对我离婚了 这是我儿子 哈哈 嗯没事 叔叔 我觉得你跟我妈挺合适的 叔叔 你给我闭嘴 你没事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哈哈 等会儿 不是叔叔 我们别走 我觉得你跟我妈结婚挺好的 哎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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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找我啊 哎老板你找我啊 小董 我这呢 有个项目想跟你合作一下 项目 什么项目 我我可没钱投资啊 哈哈哈 嗯可爱咱俩这么好的关系 你不项目不带我一个你 不行 这个项目只能我跟小董合作 你别说话了 嗯 什么项目老板 人体 胚胎培养已孵化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项目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啊 那当然 那我必须采用 不行 你别说话了 哈哈哈 老板 这个前期费用应该不少吧 不用你说 费用我来出就可以了 你出啊 嗯 那再说我也没有项目基地啊 我有基地 我提供基地了 带我一个 不是 没有你啊 我有 姐基地我好几套呢 再说了 十斤用力面积也就两米乘两米吧 嗯 那中期那也不少投资吧 那得多少钱 中期的话大概八万八就够了 那么多啊 不是这是咱们两个的项目小东啊 我给你俩偷五十万把我带上 怎么样 嗯 别说话 那那那那行吧 啊 嗯 那这样的话 你看哪天方便让双方法人见个面 悬黄到今日 我们紧客开工 啊行 哈哈 可爱咱俩这么好的关系 那什么 你带我一个 你出来我跟你说个事 你来 啊 啊 啊 来来来来来 姚北来了真的没有 真的是打乱 哈哈 土豆老板大会正式开始 嗯 不是 一个个什么眼神啊 啊 我告诉你们 那个刘八七天天压葬你们 还压葬我 哈哈 今天这样啊 每个人用一个称语文 别跟下老板 木木你先说 风华绝带 什么风华绝带 人让我做黄知不知道 去你说 聪明绝顶 那就富人之人 什么聪明绝顶 还没你说个 嗯 啊 那个身姿卖不要 嗯 什么眼神 那就水头腰 嗯 身姿卖不要 嗯 什么坏 陆经理啊 你别胡说了 我们一致觉得老板特别完美 对吧 对对对对 啊 鼓鼓什么啥鼓什么啥 啊 哼 老板 他也就是背后有人 有个好爹 他有个好爹 嗯 什么 啥子不好吃 我要是有个好爹 我要是背后有人 我都能上天我跟你说 知不知道 啊 知不知道 经理啊 你背后真有人 我背后那有人 啊 是你在那吗 是你在那吗 你在那吗 我是吧 哎 哎 哎 经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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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看看他 他这个约的奖金 你们分了吧 哦 哎 哎 老板 开玩笑了 老板 你不走着呢 招牌啊 我想给你借点钱 走的是不挺我骨气的嘛 现在想去找我借钱了 那那你借吧借吧 我 我上个人真欠你 借多少啊 等会儿 我借钱不得知道干嘛用啊 我们村的一个老仙儿 两口子在工地干活 他老婆受伤了在工地啊 不是 人没事吧 人没事 幸好送医院去了及时 医生说得留院观察几天 我这不想着 拿点钱去看看人家吗 人家老婆受伤 你个人是还行 这会有老公呢吗 不是 哎呀 行行行啊 你不借了行吗 不借了行了 给你借个钱真费劲 你 干嘛 你怎么没在医院陪你媳妇啊 工哥 我这不是现在多赚点钱吗 多干两天活 你啊 行 你注意申请啊 来 这这有四百块钱 你拿着啊 然后我回去再给你凑点 行 谢谢老婆 行没事 我就先走了 你回去吧啊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 拜拜 老婆你怎么在我上动 小董 你站住我 干嘛老板 不是你跑什么呀 走 拿 你不是 要不要 要 要 给老厂坐吧 行 坐 哥你怎么又回来了 干嘛 这个你拿着 使用动革 谢谢你 这钱我肯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不用着急 你拿人用就行 对不用着急还 我们也不着急用钱 行 谢谢老婆 下叫什么呢 这这我老板这不是什么嫂子 行行你先忙吧 快走吧走吧走吧 啊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嘞 走吧 走吧老板 哎哥 啊 老板 啊 我看他人对挺好的 对你也不错 你好的对人家 嗯 不用你操心了 你快走吧 快走吧 走吧 我打电话啊 有事 我跟你说什么 没啥 走吧老板 走吧 老板 刚才谢了啊 那个我有钱我一定还给你 拉倒吧 你什么时候还过呀 我说了还就一定会还呢 你看你啊 说两句就跟我激眼 那个 可能会还得慢一点 啊 慢一点 那行 那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第一嘛 今天晚上和我一起吃饭 没问题 第二 你买单 我 我买单 怎么了 行 行 我买就我买 第三 以后能不能别老超我发火啊 能不能对我脾气好点啊